有请主持人赵春 我们来看看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男嘉宾薛先生 31岁来自山东话剧工作 有请女嘉宾 杜女士24岁来自 黑龙江老师 有请 欢迎两位 杜老师在小片里说 他阳奉阴违是吧 说说他怎么阳奉阴违的好不好 一开始我以为他对我很好 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包括他把他的银行卡都放在我这 但是随着就是时间的这个推移 然后我们俩的感情 我就会发现 他说的和做的根本就不一样 我们俩已经出了两年了 然后我说要不这样吧 你换一份工作 这个收入高一点 为了以后我们的生活更好一点 为了还会有孩子的加入 然后他说好啊 没有问题啊 他当时就答应我了 我还很开心 过了两天我就会发现 他在新工作里面迟早早退 你朋友跟你说的和跟我说的真的是不一样 那说我的时候说我业务好 能干 他跟你说不上心迟早早退 我朋友怎么可能当着你面说你不上心呢 他肯定是让我去跟你说呀 就是怎么不上心 他带小孩出去演出 临演出之前 现在你做什么呀 过去做什么 他希望你做什么 说你不上心 我过去是在话剧团工作 然后他希望你换什么工作呀 他想让我去那培训机构 我去教小孩 然后到了培训机构 他的朋友说你不上心是吧 是 那培训机构是他朋友开的 还是你跟他朋友是同事啊 他朋友开的 然后呢您接着说 然后临着演出之前 优盘没带 发现LED背景放不出来 你朋友临时给我家的这个任务 二十多个节目 那我根本一个人弄不来 后来这也没办法干了 所以他就被辞退了 然后更可笑的是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在之前的单位辞职 他只是在休假 我是这么想的当时 他说接着我到他朋友那个公司去试一试 那我就去试一试 我现在我原来单位先别直接辞掉 如果真的那个他朋友那公司适合我 以后有这个场景的话 那我就在他那干就把原来辞了 那现在人家把我辞职了 我就回原来单位上班 也正常了 所以你的解释是骑驴找马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你就认为他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 对 除了这个事还有什么事让你觉得杨凤亦呢 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还说谎 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特意的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也快两年了 然后我就说你就把烟戒了吧 要不结完婚再马上想要小孩 那时候我怕你不适应 好呀没有问题当着我的面 把烟掐碎了扔在垃圾桶里 我当时觉得可能是下定决心了 可后来每天回来的时候 我都能闻到烟味 然后有一天我中午给他收拾衣服 我一抖烟盒掉出来了 我说戒了就真戒了 一个真戒了的人 怎么可能兜里还有烟呢 身上有烟味呢 我跟你解释过 我解释过这个烟味是 朋友他们抽烟 我也不能不让他们抽我 我兜里揣着个烟 我就没动我基本上 那如果我要怀孕的时候 你兜里揣着烟吗 你身上还有烟味吗 他就是先答应着我 然后背地里根本就不这么做 不是你到底烟戒掉了吗 戒掉了 我但是你不信 没有不信是吧 当然不信了 我觉得他就是说戒烟的那一刻起 不管是烟味还是烟 都不应该从他身上发现 哦 烟味这个杜绝很难 也许他那个环境里面 就是有烟味的 那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见他抽过烟吗 那没抽啊 你这个还是要信任他的 就还有就是 不光是抽烟这一件事 有一天我上早班 我说你能不能先把家收拾一下 他说好 没问题 等我回家的时候吧 确实表面 我觉得还行 啊 当我一脱衣服 往衣柜里一挂的时候 发现裤子呀 然后那个袜子 衣服都叠在一起 就全都涌来 撒了一地 这个我觉得是个能力问题啊 人家收没收啊 收了 这能力嘛 你得看到他好的一面 积极的一面啊 我觉得这些小事 我都可以不去计较 但是 因为我们俩现在住的是一居室 啊 我们想换一个两居室的房子 因为都要为以后考虑 然后我就跟他说 要不咱们把这个卖了 再买一个两居室呗 他说行啊 这房子是谁的房子呀 是我们俩的一开始的房子 你们俩合资买的 对 谁的股比大 他们家出的多一点 我们家少一点 您是大股东啊 行 我说咱们能不能换一个两居室 是 然后他说 没有问题 这件事你就交给我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说好 你去办吧 结果我每次回家 我就注意观察 我说 怎么没有音讯呢 来一个也行啊 然后当时我就问中介 我说 有没有这样一个房型 他说有 但是我不建议你买 他说这个房子 要比市场价多出三十万 然后我就回家 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那我把价挂高一点 我也是想多卖点钱 然后咱们手里能搬过点 而且人 当时那个房仲介说了 说我们家这个房源 有很大的这个生殖空间 说你可以挂高点 万一我真喜欢呢 他就买了 那他还是不想卖 所以他才挂高价呀 那你跟他谈呀 你跟他说 咱把这价格修改一下 那他也得同意啊 他也得去办呢 你为什么不办呢 那如果我要是 什么都干好的话 我要他干嘛 对啊 哎呀 您的思维是这样想的 这个我替他说一句啊 我想给我们家老头老太 换一个房 这都三年下来 也没换成 我也没划这个高价 那你各种条件嘛 买房那件事 又不是买白菜 对不对 肯定是这样的 这个我替他说一句啊 不要怪他 他不是那么想的 还有别的吗 之前 我想去 就拍婚纱照 我觉得拍婚纱照 对女人来说 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 那当然重要 然后我看好了一个 韩戏的那个婚纱照 我就跟他说 我喜欢 还是跟卖房子事一样 放心我去办 婚纱照这个事 我觉得我办的 也没有毛病了 就是当时 我们预约那个婚纱照 特别火爆那家店 老是排不上号 然后就说 让我们回去等信 回去我们等了 大概有俩礼拜 我就经常打电话 就问能不能约上 能不能约上 他们就老是约不上 就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正好 也是开这个婚纱店 有个开业 需要模特 正好 我们俩就去那拍 还能帮朋友忙 就当时 收钱不 不要钱 免费的 这多好啊 就去那拍了 可是我们俩一开始 我是想拍那套韩式的 我觉得那个比较符合 就是我喜欢的风格 他要说他朋友去 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我 就是不是一个 不同情达底的人 是是是 你提前跟我沟通好了 我可以理解 但你为什么 答应着我 让我去拍那个 到最后变成了 去他朋友那拍了 你去了吗 去拍了 那你可以不去啊 你拒绝啊 你说我们还得韩式啊 可是我们都拍完了 然后那个 那个婚纱罩打电话 说之前 根本就没有联系上他 什么叫之前 根本没联系上 就是他就 他就根本就 没当回事办那个 他就想让我 去他朋友那 那人家说的话 你都信 我说的话 你都信 但是有的时候 种种事情加在一起 我觉得 别人的话 我再弱弱地问一句啊 既然那么在意 要拍那套韩式的 为什么不容易 自己预约呢 你有发现 他有这个毛病了 那您就自己办一下呗 就还是跟 买楼的事都一样 那我要是都能办的话 我还需要他干什么呀 就他 他满满地自信 跟你说 这件事我来帮你办 却把每件事都搞砸 还有就是之前 我们俩上下班 就打车 我说要不这样吧 你买个车 考个驾驶证吧 我说行啊 当时就在那个 手机上开始预约报名 但是我们俩 现在已经出了三年了 他驾驶证刚考到科二 我科二破了 是这样 这个事我得说一下 这没什么好说的 有人学实验 也没学出来 15年我都没考上 这无所谓 就是有些人 他天生的这个手脚呀 大脑啊 就各种反应都不对 他就是不想买车 所以他把这个驾驶证 这个战线拉到这么长 想不想买车呀 想买呀 但我的中心思想是 那我必须得学好了 我才能开着带着它 行 没毛病 好 就算没毛病 那之前的事都是小事 说个大的 这件事我觉得 就是关估到家庭了 关估到家庭了 双方父母见面之前 我就跟他说彩礼钱的事 我说我们家要十万块钱 行不行 他说好 没有问题 我说那咱们双方父母 你就见面吧 然后见面的时候 他给我妈妈一张银行卡 我妈妈去银行一查 卡里只有五万块钱 回到先付五万定金 事儿存在付另外五万 这是个家不定金的事 我回到老家找我妈 我不知道怎么帮他惹了 找我爸妈要这个钱的时候 但我家里一下拿十万 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包括以后要办婚礼 什么都需要钱 不是你这跟人说了吗 我后来说了 但是他是 事先说 不太相信我 当时我就想 要不就先拿五万 反正当时他妈妈跟他说的是 这个钱他们也不要 就是最后也是给我们过日子用 我就想 那就先拿五万 等我们家宽过点 再把五万放进去 也不是不给十万 就是 结果他第二天就查了 可是我妈妈上银行 一查的时候 银行卡也只有五万 你有没有想过 他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 他要真说 哎呀五万块钱 那同意 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但是没有必要当面说十万 然后背后给五万这件事吧 对而且他也没告诉你说 卡里就五万是吧 对啊 没说 是我妈妈发现了才知道 是我当时是想 既然他妈妈说了 他不要这个钱 这个钱就是走个过场 我就想 那就先五万以后 再补上 也一样的 这个不地道了 你父母对他怎么看 我父母是因为 我们俩刚确定关系的时候 然后他弄了一套茶具 给我爸爸 说这个茶具 是多么来之不易得来的 我们俩走完了之后 我妈妈给我拍了一个照片 那茶具上写了三个字 非卖品 那个是我求朋友 他是人家是给VIP客户定制的 但我也没打开看 我真不知道 上面还写着这些 非卖品那些字 就是是一个定制的东西 但是他的定制就是 也是属于送人的 但是他刚一见面 就弄一个这么 莫能两可东西 我妈就说的不靠谱 他现在做的那些事 我现在都不知道 他到底 这不想结了是吧 有点不太确定了 确定一下嘛 不想结就别结了 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 别人要问 你为什么跟他分手啊 我都说不出来原因 能说出原因啊 就是我们俩不合呀 毕竟我们俩已经出了 这么长时间了 你自己觉得 这个男生怎么样 我脑子就能够失去 你怎么打开 你怎么打开 跟他在说 是一单的 不是 所以说 我 Aqua 跟他比赛 和他要估计 更多的是 我现在想要 这种男生 就像我那样 这样 就像我那样 这样子 男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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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年轻时候爱上的那个人 通常都是我们幻想中的那个人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 她一直希望对面这个男生 就是自己渴望的那个爱情里的样子 当你发现它很难贴合那个影像的时候 你心里很难受 你在想爱情原来跟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样 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是我爱的那个样子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要走过的一段路 所以我特别想跟这个姑娘说 男生比你大很多 你看得出来即便是你吵呀闹呀 或者我们说的一个词叫作 她依然有一个很包容的心 而且无论你怎么说 她好像很难改变 这个其实就是人的性格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即便她爱你特别深 她可能都很难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方式 所以我在想 女生你可能要调整自己 就是你要想明白 这个人 他是不是 由于你的想象错位了 如果是你自己的问题的话 你要做抉择了 我的意见呢是 你们没有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 你刚刚赵川反复问你 是不是人品的问题 你断然否定 他可能心有余力不足 这是能力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也非常的看重能力 你觉得和一个能力不强 无法达到你心中的那个目标的人 在一起生活 你很累 你很委屈的话 我建议你也要调整 彼此都还年轻 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是这种将就和痛苦 我不建议双方这样折磨 即便他再爱你 这种痛苦持续下去 像一个拉锯战一样 慢慢地也会丧失 当初的这种热情和深情 所以我建议你考量清楚 谢谢 好 谢谢周琴老师 陆琦老师 我跟你讲实话 要不是他这个性格 你们早分了 打笔方问我 跟我说要我戒烟 我说我不戒 为什么戒 我要应酬 你说你怀孕 行啊 以后孩子在的时候 我不抽啊 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应酬呢 你要我换工作 我会说 话剧是我的梦想 你凭什么要 插断我的梦想 我只是爱你而已 你要我卖房子 这房子我住得好好的 我买了才一年两年 还没升值呢 我为什么要卖 换个人就是这样 当然他那个财力的那个事情 确实做的是不对的 但是就是他用了这样的一种模式 以至于你们在整个亲密关系中 没有那么多的吵架 否则按照你的性格 如果硬碰硬的话 你们早就天崩地裂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这两个解决方案 你希望他不要再这么把你糊弄过去 也可以 那就要你改 你怎么改呢 这是不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商量着办 也就是说他可以说不 你看 我反正一路听下来 没有他可以说不的地方 没有 都是你说让他什么 他就必须要是什么 对吗 所以他用了这种方式 来抵制了你 来抵抗了你 或者你觉得 我还是需要以止气势 要指使你做这个做那个 就是这个模式 坚持下去 你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 真正你自己想要的 那么你亲里亲为把它做完 不要给他机会糊弄你 这就完了 所以有时候啊 人生的智慧 婚姻的智慧 家庭的智慧啊 就是合适的人 合适的性格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七老师 谢谢 沙纳老师 女人真的好麻烦啊 你说 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是女人啊 所以我说 承认自己麻烦就好了 对 女人真的很麻烦 你说对男生提一个要求吧 他不答应你 你说你不爱我 我提的要求你都不答应我 我提一个要求吧 答应了之后 哎 计划有变 你又说你洋奉阴违 说话不算数 你说女人麻烦吗 其实真的挺麻烦的 就说你说的那几件事 什么卖房啊 买车呀 拍婚纱照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也可以说你事啊 就是你为什么 非要把我想得那么坏呢 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不能把对方 当成自己的敌人来审视 放下这种评判 放下敌对感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你如果爱他 你就要相信 他对你的爱是同样的 那么翻回来说 女生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事 都会抱怨说 男生没有把这些事办好 男生就要明白 女生说这些事 发出这些指令的 真正意图是哪儿 她的真正意图 不是说这些事 必须要办到什么程度 他的真正意图是 你要把我的话当圣旨 就是你要把我的话 放在心上 尽你百分之一万的努力 去把这件事完成 如果完成不了 你要提前告诉我 所以他要的 其实是在这个关系当中的 主动权 我说了算 我说的话必须要实现 但是很多事情 不是说 你要这个主动权 这件事就一定能办成的 所以我们希望 男人要言而有信 女人要学会善解人意 那关系才能平衡 大家各退一步 对不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严老师 老师说的特别对 两个人相处 何事最重要 你这个性格 适合什么样的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 和你在一起 你才能愉快 这个确实是 爱情婚姻的根本 但是看看你们俩呢 男生想想自己的 所作所为啊 其实男女之间相处 长久的相处之道 是真诚面对 而不是糊弄敷衍 两情相悦 是愉悦 而不是取悦 男生你自己在做什么呢 其实你明明很多时候 他的话你根本不愿意听 你根本觉得 这是个小姑娘在提要求 我就糊弄糊弄 就过去了吧 我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就好了嘛 房子我不想卖嘛 我就跟他说 卖卖卖卖卖 然后不作为 烟我不抽了 不抽不抽不抽 你兜里装着烟 天天装着烟不抽 我是真不信 婚姻其实 是我们说难得糊涂 但是在渐渐装装上 你都因为他好糊弄 去糊弄他 今天是抽烟 明天是什么 我不认为一个男人说 我就表面上答应了他 其实做这个是为了不吵架 我就长久这样下去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越触越长 什么年龄的差距 谁宠着谁 谁更怎么着 都没有了 有的就是 我是什么样 我就是什么样 他一定不能接受的 这个姑娘的性格就是 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要么说服我 你要么听我的 你糊弄我 我就不爽 你糊弄我 我就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听起来 你们没大事 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这在这姑娘心里 是过不去的坎 我特别理解它 因为我就这种人 你认为说我 听她的话 背后一套 是为她高兴 是不吵架 这真的不是两情相悦 不是彼此逾越 你只是想取悦它 达到嫁给你的目的 实际上呢 如果你们不能找到 一种平衡的相处方式 这始终是你们 相处中的很大的问题 而且以后 如果真的结婚了 会暴露得更加无疑 所以我倒真觉得 你们现在不是一个 适合结婚的好时机 所以别着急 这就结婚 把相处方式沟通好了 处理好了 再说婚姻的事 好吗 谢谢叶老师 家有千口 主是一人 理解什么意思吗 我要卖房 对不住 哥们你不愿意 我就想卖了 您跟他说了 同不同意 同意 办不办 办 没办好 接下来我还要卖房 我自己就把它办了 这是我跟姑娘说的 我揭露一个事实 叶你肯定没见 我告诉你 我说戒烟 我戒了一年八个月 后来为什么复习 非常简单 因为环境 你周围的朋友抽烟 来一颗不抽 来一颗不抽 后来他不给你了 对吧 突然有一天 你心烦了 在这个环境里面 来一颗吧 您这一抽上 也许就复习了 所以人家说 有人戒了一辈子烟 你会发现说 当环境隔断之后 你就真要戒烟就能戒了 所以咱们说实话 你不能糊弄他 老师们说的 不糊弄是对的 而且还有一种 就是我觉得 日子过得 别那么较真 没有对错 过日子 怎么那么较真 干嘛呀 衣服能收拾收拾 不能收拾不收拾 怎么了 你不要让戏之末节 影响了大的幸福方向 但是你得想明白 你能不能接受 这样一个男人 有很多事呢 我特别想给办好 但是有时候可能 就像老师也说的那样 可能有时候能力不行 也有点 有时候想糊弄那个意思 但是我缺乏跟你的沟通 我保证 从今往后 很多事情 我都想跟你一起去做 一起去实现的 我希望你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觉得有些事 我们一起商量 一起了解对方的想法 得到答案和结果会更好 而不是什么事 你都觉得你能做好 你却把它弄得一团糟 如果两个人一起商量的话 你问问我的想法 我问问你的想法 实在你要是觉得你干不了 你就交给我 我也一样会去完成 我也会改一下我的脾气 至于 合不合好再让我想一下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 谢谢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稳住再谈一谈 多了解了解 怕这糖喝减醇 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 俊乐堡减醇 灵蔗糖酸奶提供的 一品一份 打开天猫 搜索俊乐堡减醇酸奶 为爱做减法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以来 他对我越来越冷漠 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还整天整天地失踪 不回消息 她真的太敏感了 很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 明明我已经道歉了 她却还是不依不饶 我只想她能像从前那样对我 可她忽冷忽热的态度 真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坚持不了了 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平淡期了 没必要像刚在一起时那样 天天连在一块 我希望她能多理解我 为我们将来考虑 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包先生 23岁来自重庆 跆拳道教练 女嘉宾原女士 22岁来自重庆 自由职业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女生觉得忽冷忽热是吧 对啊 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跟她分手了 为什么非要来这儿分呢 因为我其实又挺舍不得她的 因为她最近又开始对我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我跟她和好了之后 她又会变成以前一样 就对我忽冷忽热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折磨 小片里面男生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说我们的感情已经进入了一个 叫什么平淡期 是吧 对 平淡就意味着平稳嘛 就不需要像那个时候那么热烈 对吧 对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平淡期 到底怎么处理 因为有些确实是进入平淡期以后 处理不到 导致的情侣之间的误会和误解 对吧 所以我想问问女生啊 因为小片里也说 它逐渐的是变淡的 对吧 你能把这个逐渐变淡的过程 通过一些事件 帮我们累堆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吗 就是她之前会天天都找我 对我特别嘘寒问暖 但就年底的时候 她就去外地教了几天课 然后她没有课之后 她就只跟我说了一句 她要出去玩 然后整整三天我都联系不到她 我都不知道她在干嘛 就只会发早安晚安 而且第三天的时候 她明明就已经回来了 但她就不告诉我 她瞒着我 在外面喝酒 可那天本来就已经很晚了 那我回来了 有必要跟你说吗 然后那天晚上 确实跟这个同事 朋友去喝酒了 那喝酒喝到半夜 一两年不是很正常吗 那还正常吗 您知道我一直在等你 一直在找你 而且那天这么晚了 又在下雨 你朋友后面还给我打电话 说你好像喝多了 让我来接你 我其实心里本来特别不舒服 但是我一看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我还是爱着伞 就想着过来接你 结果我一到那个店门口的时候 她在里边玩得特别开心 然后她旁边还坐着一个女生 还穿着她的衣服 那个女生确实也是我同事 你也见过吗 就让那天晚上天气确实是比较冷 然后那女生又穿的比较少 我就把那个外套系给她穿 我跟她根本就没有什么 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 是我想的多吗 本来我就知道 你们同事经常就拿你和她开玩笑 我本来就其实挺介意的 但是当时那个情景 我来看见的时候 我就觉得 随便换个人 她都会怀疑吧 而且我当时都来了 她直接让我回去 可那天不是这样突然这样闯进来 我也不好跟人家解释啊 那个 我也不明白你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呀 你就直接跟他们说 你女朋友来接你了呀 就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现在特别好奇 给你打电话的是她的什么同事 这很有意思 你发现了吗 是她的同事告诉她说 她们在外面喝酒病喝多了 你来接她吧 听你的描述是这个过程吧 就是 结果她去了之后 发现并没喝多是吧 然后她还轰她走 这很有意思 这个同事的心里值得揣摩一下 这算不算是一种预警呢 我们往下听 到底怎么没事 她轰你走 对啊 她就轰我走 我也没办法呀 走了 就只能走了呀 很奇怪呀 为什么让她走呢 不是 因为当时同事都在嘛 她气冲中的一跑进来 对 你同事都给她打电话了 告诉她你们在这儿了 你都不要请她坐一下 主要是她可能看见我在那儿 她有些误会了 而且我当时确实也不好跟她解释啊 那个 我心里想了就是 那不是我晚上回家了 过后再说嘛 等气消了就好一点了 好吧 走了之后呢 然后我就一个人回家的路上 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堵啊 我错了行吗 那以后我不管是同事还是朋友 不管是玩儿 我都带你一起行吗 不要生气啊 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呢 你怎么现在这么说了呢 不是 那天晚上你回去之后 后来发生了什么 后来她根本就没有找我 然后呢 对啊 我就一个人特别难受啊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也在说这个事情嘛 然后他们向我分手 我其实还是在等她给我一个解释吧 就可能有半个月这样子 她都一直没有来找我解释 而且我问她这个事情 她反倒是那种特别烦 不想理我 然后呢 就我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 我就跟她说我们分手吧 但是我一说分手 她马上就不停地来跟我道歉 就一直来找我 但前面半个月 我跟她说这么多 她都不理我 不是 那她就来找你 你就跟她复合了 没有 她就一直来找我 然后我也好几天 我就躲着了嘛 但她就通过各种方式来找我嘛 然后她还在我家楼下 她又哭着跟我道歉 跟我承诺 说她以后真的再也不会这样了 她一定会改的 然后呢 然后当时我就挺心软的嘛 我看着她那个样子 又也挺憔悴的 然后我就相信了 但是我每次也想要相信的 但是先不说 我想问问她 那半个多月你干嘛去了 上班啊 上班比较忙 不是你知道那天晚上 她是负气而走的吗 知道 但是当天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 第二天呢 然后就上班就可能 第三天呢 因为当时确实没有想 第四天呢 然后就忘了 第五天呢 就你跟你女朋友五天不联系 这个好像用平淡期或者 就好像说不过去吧 就是我觉得吧 这事情都过了 何必再去 那就说这次付 你们这次来就是因为闹了这个事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来到这儿 对 她要求复合 你跟她复合没复合呀 我没有啊 我就觉得我不敢相信她 因为这样的事情 其实不止这一件 还有什么事 你再举例给我们听听 就是她 平时就有时候经常 莫名其妙跟我发脾气嘛 就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生日她记得比我都清楚 但在一起一年之后呢 她就记不得我的生日了 连我们的纪念日也记不清楚 可是第一年咱们都是学生啊 现在我已经上班了 那么小日子 真的 记不得 我生日就应该记得吧 不是 是 我生日是记得 就是说 生日是哪天 就是说突然她 生日是哪天 就是2月28 对吗 行啊 这日子也比较特殊嘛 对吗 对啊 没忘没忘没忘 但是 她 但是她什么表示都没有 不是 我以后一定会做好的 不是还有什么呀姑娘 事情很多呀 你接着说呀 她就经常跟我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啊 就是有时候她说 她来接我下班嘛 我其实也挺开心的 我本来五点钟下班 但是 我就等她 我就一直等 等到晚上的时候 等晚上八点这样 她突然跟我说一句 她说她太累了 不想来了 我本来等她一天 就这几个小时 我都开开心心的 我还很期待 她说她来接我下班了 咱们还能一起出去 再走走呀 玩玩什么的 结果她就 说不来就不来了 不是 那上班本来就什么 再说了 我不是大部分时间 我不是还是接你的吗 你就算是来接我了 也是那种 闷闷不乐的样子 她又一路上 就不说话 而且有一次 更过分的是 我就说了一句 我想吃烧烤 然后她突然就 就说你自己一个人去吃吧 然后直接转身就走了 不是 你明明知道 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 你非要去吃烧烤 那个烧烤 说实话 我一听就来气 那你当时怎么不说呀 你当时就一个人 把我留在外面吹冷风 你觉得这样 我身体就能好了吗 那我后面不是 给你炖汤了吗 你给你赔你道歉呢 这就是一周之后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 我就一直想不通 我说怎么能把我 一个人就留在外面呢 然后她也不跟我解释 然后追上去问她呀 这很简单嘛 为什么不能让我吃烧烤啊 你站住 你给我回来 没长嘴没长腿啊 我不理解啊 她就直接走了呀 她转身就走了 你的腿呢 姑娘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呀 那你冷你就回家找屋子 不能让自己冻着呀 就我替你们谈恋 我真着急你知道吗 这女人肯定也赌气 你不让我吃我就吃 那你去吃也暖和了 烧烤对不对 不是她当时就直接走了吗 其实我还挺懵的 然后我反应过来 我就一直给她打电话呀 然后她又不接 我就关心你后来吃了没有 没有啊 我就回去了呀 没事 没心情 我又是你 我直接吃吧 再走 对啊 这个东西你看 正常的处理是 吵了架吵了 你走了是吧 自己吃 对 本来吃一块钱的 现在吃一百块钱的 你这是毒气 然后说让自己饿着 让自己冷着 那不行啊 听明白了 这两个人气大嘛 但是 但是 我就那几天一直想不通嘛 我就觉得 我要不放弃了吧 我觉得好像 这样太没意思了 我就发了一套朋友圈 我就说 可能有的人真的不适合 在一起吧 然后她一看见了 她就又马上来找我了 就是说 做菜炖汤什么的 跟我承诺嘛 就是说 不会再这样吧 我就在外面了 她就知道我心软 她每次都这样 她又不发朋友圈 你不会去的是吧 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第二天 那不上班吗 哎呀 你们这哪里像谈恋爱 吃烧烤 吃烧烤 炖汤 炖汤 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有那么复杂吗 就她每次都是这样 而且每次我 我觉得我好不容易 下定决心 我就想放弃的时候 她又来找你了 就又给你希望 然后最后又是失望 那就 那就分了吧 但是她 但是她 回来找我解释的时候 我就又相信她了呀 然后其实后面 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啊 往后讲 年中的时候 我们去换了骨玩 我就 我就鞋带掉了 然后我就转过去 就跟她 小声说了一句 我说 我说我鞋带掉了 你帮我记下呗 她又突然转过头 跟我说一句 你有病啊 不是 你明明可以自己记啊 非得我给你记 我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就我 我对象跟我提出来 这么一点小的要求 我肯定很愿意去做呀 有手有脚的 自己系个鞋带 对呀 你也真是麻烦 有一段时间抖音很稳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她如果不想的话 可以跟我说吗 就是她如果不想记的话 她可以跟我说 她就不用 非要发这么大的情绪 你不知道她是个什么男人吗 对呀 你非要跟她提那个要求 所以我就说 你们这恋爱谈的真影吧 我听你往下说 怎么着了 她就又走了 就又把我晾在那儿啊 然后你呢 然后我就在后面叫她呀 我肯定喊她呀 对对对 她又不回头 她又不理我嘛 你这有问题啊 不记就不记了 你说我觉得丢人 我就不给你记了 完了吗 不是 当时就觉得 有病似的 你就走了 对 当时的确是走了 就我当时那几个朋友 也都拦她 都让她不要走了 然后她就是不听 她就是扭头 转身就走了 我叫她 她都不理我呀 然后我就觉得 特别难受 她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 我朋友也都看着呢 她觉得很尴尬呀 而且他们就直接跟我说 她说你男朋友脾气怎么这么大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 然后我就 坐在那儿 我就一直在哭 但是她走了 她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她后面也没有来找我 然后她后面也没有来找我 可能过了有半个月这个样子 我朋友都劝我分手嘛 我就想着要不就算了吧 她好像就知道 那我后面不是回来了吗 我也给你朋友 她好像就知道这个事了 然后她才来找我 我后面也回来跟你道歉了呀 然后我也给你买了喜欢的花束 小哭发哭 哄你开心啊对吧 那你之前都干嘛去了呢 你每次都是等我 等我好不容易 就已经绝望的时候 你又来给我一点希望 你这样打一把人给一颗糖 你觉得我还能受得了吗 我客观地说 我觉得你受得了 而且你享受其中 要不然今天你也不会来 一开始听 我今天来就是想 就做个决断吧 你们俩谈恋爱 你一直说我们谈了很久了 谈了很久 你们谈了多久啊 谈了两年多了吧 就作为一个成年人 两年多你应该了解 另一个成年人的 这个脾气性格了是吧 他是个什么脾气的人啊 他脾气就是 有时候有点冲动 但是好的时候也挺好的 心眼小 冲动 有点直男 莫名其妙的大男子的自尊 他身上都有吧 没冤枉你吧 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 你为什么无数次的 还有你那个小姑娘 那个挑战她呢 你不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就是我明明知道 前面是个坑 崩击你就跳到刀山上吧 但是是因为她开始的时候 对我 就其实挺好的 就也挺有耐心的 这个你们一会儿 听老师讲吧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进入 秋笔作文节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 悲化善 等闲便却顾人心 却到顾人心一变 哎呀我背的诗词 终于在今天用上了呀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这不是 这不是 就是他表达的这意思吗 当初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现在就不像当初了呢 说实话啊 这个男生真的是不用心吗 可能他只是不对你用心 真的是没有感情吗 可能他的感情 根本没有完全投放给你 一个男生 能够说走就走 决绝地离去 把女朋友一个人丢在冷风中 而且不止一次 我觉得你比女生还作呢 你比女生的脾气还大呢 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好像通常都是女生完成的 现在在你身上反复出现 而且你和他的冷战期 有这么长 我感觉你不是爱他 你是在折磨他 另外我想跟女孩说 一个男人轻易地跟你承诺 以及轻易地向你道歉 我认为这都是不可信的 当他一次又一次地 在伤害你之后告诉你 对不起我仍然非常爱你 请你原谅我吧 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挽回你 我认为这个男人的所有语言 你都不应该再相信 其实你心里也是在打问号 我相信在来节目之前 你跟你的朋友 可能也倾诉过内心的这种苦痛 也把你们的状态分析过了 我相信你的朋友 可能也能遇见到 你们之间不像你期待 或者像他跟你道歉时 表现得那么深志和真诚 你今天来到这儿 其实也不需要我们说什么 你心里难道不明白吗 你很清楚他对你的感情 是几斤几两 只不过你一直在犹豫 在忍让 在退缩 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 但是我告诉你 这就是现实 我觉得一个男人 轻易地跟你承诺 轻易地向你道歉 反反复复 他的话再不可信 谢谢 谢谢周老师 多情却得无情了 我们都要念个诗是吧 很多姑娘都觉得 不爱是一瞬间的事 这只是错了 不爱它是一个过程 就是爱上一个人 可能很快 一见钟情了 但不爱没有那么快 它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叫什么 叫狂喜 这个很正常 就是你说一开始 它对你特别好 第二个阶段叫温暖 没有那个狂喜 但是呢 看到你 你看到我之间 还是很有温暖 这也很正常 第三个阶段叫冷静 冷静就是 一个男生已经抽离出来了 他可以很理性地 给你分析 这个对 那个不对 这也是恋爱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一个 可以长期保持的状态 也没有问题 但接下来 就是三个不爱的阶段 第一个不爱的阶段 叫什么 叫末世 我眼里看不到你了 我也不关心你了 你的情绪也跟我无关了 这是不爱的第一个阶段 叫末世 你应该感受到了 第二个叫嫌弃 你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反正啥也不对 这是不爱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才叫 我要脱身 当你进入末世 或者嫌弃的阶段的时候 这个男生 他不一定跟你分手 甚至于你要分手的时候 他会一次一次来挽留 这个不是说他爱你或者不爱你 而是他一直在一个不爱的进程当中 但是没有走到最后那一步 接着你们继续走下去 慢慢地就会走到那一步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要把不爱当成一个瞬间 是不爱也很正常 我们允许爱也允许不爱嘛 不爱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么当我们看到 不爱的进程开始的时候 我们内心就要做出抉择 是要等他把这个进程全部走完呢 还是我趁早脱身 离开这个伤心地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男生你太欠逗了 在场上道了几次前 最少有说了三次对不起 你那道歉有什么意义啊 你那个道歉 言爱之意就是 赶紧把这事了了吧 你别再跟我磨叽这事了 这有什么的呀 不是我错了 是你事多 这就是你的言外之意 所以你每一次道歉 没有真正地 明白对方的感受是什么 你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别跟我磨叽了 咱把这事翻篇吧 可是两个人谈恋爱 这事是你说翻篇就翻篇的吗 你说和好就好 你说分手就分手 你说把我甩在路上 扭头就走 他是个人 他不是一件东西啊 女生 你也签纵 这么好哄啊 人家道一次歉 你就啊好原谅 道一次歉就原谅啊 等到第三次第四次 人家道歉 当然就不走心了 第一次还跟你说下 为什么错了 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呢 连理由都不解释 第三次对不起 到第四次 连对不起都不说 就造成了之后 把你直接扔在街上 当着重朋友的面 可以奚落你 我告诉你 不冷不热 是生活当中 最舒服的温度 但是是爱情当中 最欠揍的温度 忽近忽远 是言情剧当中 最好看的戏码 但是是真实爱情当中 最欠揍的戏份 所以你把自己的底线 一次一次放低 就别怪对方 一次一次践踏你的底线 让感情崩溃的 不是失望 是让那个人 在失望和希望当中 来回奔波 所以你们接下去的结局 道歉和好 道歉和好 然后就疲惫了 没有道歉 也没有接受了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杨老师 男生是道歉的时候 张口就来 转身的时候 毫不留情 你这根本就不是爱 你只是控制欲 为什么在女方 提出分手的时候 男生会回来求你 还哭着 因为一个控制欲 极强的男生 他怎么能允许 一个女生跟我分手 要分手也是我说 所以那不是爱 他只剩下他自己内心的那点感受 我不喜欢这个女生 转身就可以走 我不需要这个女生 我就绝对不理她的电话 但是 对不起 你想站上风 跟我说分手 这件事不能发生 而女生你自己也仔细想想 你爱她吗 你已经清清楚楚 看到了她身上 与你不合适的地方 但你一直在被情绪牵着走 一直在被这种 一会儿热 一会儿冷 或者是说 那种虐心的感受 牵着走 你放不下的不是她 你放不下的不是爱 你放不下的是那份情感 跌宕给你带来的刺激的感受 我为什么用刺激这个词 因为伤心是一种刺激 难过是一种刺激 快乐甜蜜都是一种刺激 你现在被刺激的是那份难过 这种跌宕起伏 其实对人是挺有诱惑力 平淡的爱情 其实挺难相守 而这种跌宕起伏会让你认为自己是爱上了 是欲罢不能了 实际上只是情绪在牵动你 如果你能看清楚这个本质 你们之间 可能从最初都不能算是爱 最初也是因为 彼此短暂的激情而相互吸引 很快彼此对对方的好感都崩塌了 看清你们恋爱的本质 早日抽离 对谁都是解脱 你也别控制他了 无论是他说分手 还是你说分手 结果都一样 就是分手 你也别再被情绪牵绊了 他一次次找你复合 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虐心 接下来他该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不合适就早点分手 别彼此耽误对方 好吧 分了 好 谢谢延老师 二十郎刚岁的小伙子 太多在谈恋爱的时候 说翻脸就翻脸 说走就走 这不是他一个小心眼 挺多的这样的男生 然后在你们的恋爱当中 这一段感情 你们要不要继续 我觉得你们自己判断 一起进入真情乐视 我觉得吧 其实我们谈了这么久 也挺不容易的 从校园到不如社会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我在身上 总能看到一些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希望 但我觉得以你现在的态度 这些憧憬 就只能是憧憬 这些希望 也都慢慢变成了失望 所以我只想 如果你能像 刚开始的时候那样 我们好好在一起 就还有可能 但如果你继续 这种态度对我 我确实觉得 没有必要了 我觉得一份感情 如果不是双向奔赴 那他就失去了意义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 请关门 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有请我们的老师请 金云中央厨房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友在一起 他让我什么事都听他的 他花钱很大手 自己的工资已经不够他花了 他还拿我的钱 帮他还信用卡 他每个月找我要的钱 越来越多 我现在每个月 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 他还总教育我 先一起共患难 以后才能够 能一起享福 我很犹豫要不要分手 但我很依赖他 我该怎么办 现在的问题 不是一起共患难 是你一个人患难 他一个人享福 而且我也不觉得 你是他的女朋友 你不就是他的 ATM提款机吗 好好想清楚吧姑娘 祝你幸福 当然要特别感谢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